排挤,退队!这个中国女IDOL国内形成竟不断遭质疑将退出团队。 通过Produce 101节目进入限定女团的IOI成员周杰琼,评级最精致的长相以及不俗的唱跳实力,在还未正式出道前就积累超高的知名度。 这个98年出生的女生,在13岁时就已经赶赴韩国Playice Entertainment经纪公司担任练习生。 在2017年3月时,周杰琼也正式随着旗下组合Pristine正式出道。 这个可爱又活泼的妹子出道后就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。 然而,人红是非多。此前,微博上就曾传出周杰琼遭到队内成员排挤的事件。 网友还列出了一堆怒斥队友鼓励小姐姐的证据。 虽然这些证据周杰琼本人也曾在节目中亲自回应,这是无中生有之事。 但在事件没过多久之后,关于周杰琼退出团队的留言再次传得沸沸扬扬。 据悉,周杰琼出道之后,除了在韩国的综艺节目中频频刷脸之外,国内也有不少节目邀请了这个小姐姐担任嘉宾。 例如此前,她曾参加国内综艺节目《疯狂衣橱》,搭档谢依林、张大大等,担任固定嘉宾。 这个唱跳实力巨佳,通过了这个节目圈了不少国内的粉丝。 而近日,在国内上升势头正猛的周杰琼更是作为导师,出席国内的真人秀节目《偶像练习声》时,网上就有不少关于周杰琼有一回过发展的传闻出现,甚至国内的几个粉丝团都相信关闭了粉丝站,让退团的传闻是愈演愈烈。 妹子的照片真的是一张比一张鲜啊!突然有种看到宋倩刚出道的青色,有木有。 左,周杰琼。右,宋倩。 而对此,周杰琼所属经纪公司Play Dines娱乐在9日时也紧急发生,直接否认了网路上的传闻。 并强调道,关于网路上说指出Pristine周杰琼退团仪式,内容全部与事实不符。 再次强调周杰琼并没有要退团的意思。 在Pi设法呼声明之后,中韩网友们也坐不住了,只是退团根本就是无中生有。 富韩发展的中国练习生们,在韩国出道之后,关于这些idol们的退团传联言论本就层出不穷。 特别是在前exu的中国成员吴亦凡、陆寒以及黄自高消极退出团体回国发展之后,这样的问题也就愈发的敏感。 此前,GOT7成员王嘉尔在开直播时,因为留言当中有粉丝写下了希望他退团的言论。 当天,他也在直播中明确地回复称,因为这些不看好我的人,我会变得更努力更强。 我一定会作为GOT7的Jackson变得更成功地来抨击那些退团的传闻。 作为这样身份的idol,他们需要更加谨慎和小心地处理中海两地形成的问题。 咱们还是少给他们听读,好好的为他们姻缘就够了。 喜欢请点赞。